阿老闆,我倒不掉啦! 阿威,你朋友車又怎麼了? 擦不擦住咧 擦不擦住了嗎? 那你先下車,我幫你擦一下 好好好 你擦車皮一定要沒了啦 那你朋友這樣騎,不會覺得很危險喔 難怪會擦不住 阿威,那我先幫你檢查一下 好啊 把這個車檢查一下 好啊 那我先幫你拆下來喔 他跟我說,他這樣跑山很危險 沒關係,我們拆下來 等一下,我們再知道答案了 這個有點薄了喔 難怪會擦不住 我點一下 看起來還好啊 看這個皮的側面 對啊 再看這一個 這個已經用到底了啦 這個比較明顯 用到底的時候 它的那個 材質快要到底的時候 它就會 抓地力會比較差一點 那為什麼它會變薄阿? 因為它會跟碟盤做摩擦 我們在做煞車這個動作的時候 會先按拉桿 對 那裡面的煞車油會吹 它裡面的火塞 火塞再去吹煞車皮 煞車皮再去跌碟盤 它就是這樣子 然後去把碟盤這樣夾 對對對 你每做一次煞車動作 它就是一點一點的再做消耗 這樣 它就是這樣子夾住這樣 對,夾住它 你能做進行捲住的動作 所以你越常使用煞車的人 煞車皮會摩擦的越快 喔 這樣了解 那 那你說我這樣 變薄很多 那我們新的是 不該要多厚 我們拿一個電探 老闆已經準備好了 對 拿一個新的給你做比較 好 可以看一下 這差很多耶 你看這高度 完全就是 這已經超過一半以上了 所以它就是會 磨到 從這樣變成這樣子 對對對 喔 這片差更多 你也可以比 這片整個就很薄了 哇 這個 這個就是所謂的 煞車皮已經用完了 這個是全新的煞車皮 對,那這個厚度是 隨著每個人使用的 騎車的方式 使用的方式造成它的 魔耗性是快還是慢 有些媽媽他們都騎得比較慢 沒什麼帶按煞車的 他可能一支煞車皮 可以用好幾年 那年輕人喜歡騎快的話 跟車根比較近 所以會常去按煞車去控制 它的行車距離 所以它這樣長期按下來的話 它煞車皮可能 可能半年左右 可能就會磨完了 所以這個也不是說 它大概可以用多 就是看每個人的騎乘習慣 跟它的使用方式 決定這個產品的壽命 我懂啦 如果你喜歡騎快 然後常常急煞的時候 煞車皮 魔耗就比較快 對 但是像我們一般家裡服務 或通勤主 沒有騎那麼快的時候 我們慢慢騎 慢慢煞 就可以用得比較久 對 那我們有所謂的使用期限嗎 使用期限喔 這個煞車皮如果說 像有些人真的是 每天都騎短短的距離 對 那如果說 每天都騎短短的 它可能騎了五年 它都還沒有 它都還不會換到煞車皮的話 那個煞車皮有時候 因為年份太久 這一個 這一個煞車皮 會跟這個鐵片 會脫落 會脫落 所以還是會建議 如果五年都沒有到 還是會建議把它可以換行 所以如果一直都沒換的話 我們還是建議 五年檢查換一下 所以你看這個舊的 它也是會生鏽啊 它也是會生鏽 它也是會生鏽 它也會被氧化 氧化到後面久 它的那個 金屬這個成分 比較 就是會老化嘛 它這邊就會抓不住 抓不住之後 它就會脫落 會脫落 像我們常常做這一行 也會看到 明明煞車皮還很厚 可是它已經掉下來了 對 對 所以這樣子也很危險 所以煞車皮還是 每次來換機的時候 我們會幫客人做檢查 檢查這樣子 還是比較安全 因為是 有關煞車安全性的問題 煞不住就 那老闆就麻煩你幫我換一下囉 沒問題 沒問題 你卡錢有點髒 我幫你做清洗 所以我們裡面如果有摩擦的話 它都會有這種黑黑的 對那個碳粉都會附著在活摘啊 卡錢的活摘上面還有卡錢的粉體上面 這個都是在做每次更換前 都要幫它把裡面的灰塵清洗掉 有點像是幫它洗澡 因為這個上面的髒東西 如果你不清乾淨的話 到時候我們活摘要推回去卡錢裡面 這樣的話那些髒東西跑到裡面去 它的擋油的油功 會比較容易受損 就這樣讚 ways 就這樣吧 妳看我 bunch的東西 阿遜,你剛幫我換這個白色的,這個是什麼? 這種是陶瓷加河水的煞車瓶 那為什麼會選擇這個? 因為你朋友騎得比較快啊,我當然會換比較好煞車瓶給他 這樣他才會動不掉啊 那為什麼他這個煞車瓶? 因為這個是陶瓷加河水的,他可以承受的溫度比較高 我們有時候騎快的時候,他們那種會騎快,怕這些盤的溫度多高 所以才會用到這樣的煞車瓶 所以假如說我今天騎車比較快一點的時候 我可以選擇陶瓷的成分,煞車瓶這樣 對,沒錯 那如果我一般人通騎? 一般人的話,我會比較建議他使用這種褐合式的煞車瓶 褐合式的煞車? 那它是怎樣?它裡面是什麼? 它裡面就是一般的煞車瓶的成分帶一些鐵粉這樣 然後增加它的摩擦力度 所以就是說,我一般人騎車通勤的時候沒有騎那麼快 不太需要騎殺那種狀況 我看其實可以選這種一般的褐合式的 對,而且它的價格也比較低 這個價格比較高 然後如果我騎車比較快的話 我就可以選擇我這種陶瓷的 或是更高興的 對,其實還是看客人的需求啦 就是看每個人需求不一樣啦 對 那謝謝老闆 不會不會 那我客人這樣OK了嗎? OK 你可以回去了 那你客人要幫我降下來喔 我再回去啊 那我客人沒問題 一百塊 哈哈 哈哈